好,回到Intoba,Sentango 2020 今天是畫Day 5 Pepper這個圖案 Day 5 Pepper本身都是Sentango 官方的圖案 而且已經出了很多年 很多地方可能都有教過 所以今天我會很快跟大家去畫一次 但相信在網上有很多機會 可以找到這些圖案或者變化圖案的參考 好,讓大家看到圖案 鏡頭不太好 看得不太清楚 好,首先我們已經畫了一個外框做一個四點外框 然後String的暗線就會用一個圓圈在中間 然後另一個圓圈就在外圍做到好像一個水泡 這樣就不用太圓的 因為就是有少少… 即是… 橢圓就更有型一點 但我會把它… 好像大小就碰到旁邊這樣 然後我會拿另一筆 然後我會拿另一筆 就去… 從這個… 小圈那裡開始畫一條線 就下來這個大圈 上面窄一點,下面闊一點 就是有一個像三角形的形狀 然後我們就塗黑它 因為這個要塗黑,所以… 用筆的墨要比較豐富一點 甚至你可能用一個粗一點的筆這樣 然後轉一轉,我們過一點就繼續了 這樣就畫一條下來 尾的時候你可以嘗試甚至是彎彎的 有少少好像包著 這樣 這樣 上面那一節因為那個圈是小一點 我們就會畫小一點 到下面就會大範圍一點 那如果你說要隔多遠啊,畫多密啊 那這個呢 都是這個圖樣的變化來的 就可以呢 試… 當你畫的時候 可能是不同的圖吧 你就試不同的樣子都可以的 或者你一樓圖裡面 幾個pepper 那這個pepper呢 有些條紋可能會比較寬一點 有些條紋可能會比較窄一點 或者有些會比較密一點 有些會比較梳一點 你也可以去試的 但是我們也是重複 沿著這個圈 一邊去畫這個黑色帶這樣 那這個圈也是 你可以畫很多 就是那個圓 雖然是一個圓一個水泡 一個圓一個水泡的形狀 也可以用很多圓一些 有些橢圓一些 有些甚至多一點 不是這麼… 就是… regular的shape都可以的 在這裡畫的時候 記得要轉一張紙去遮自己 然後你去留意 圖黑呢 有時候是要很專心去做的 看看你有多想圖到 它沒有焦焦焦 白色的焦焦焦 是嗎 你可以繼續用另一筆來圖 或者如果你有另一些… 粗一點的筆也可以考慮 例如我拿一支bush pen bush pen也是黑色的 但bush pen有可能太粗 填的時候就要小心一點 對嗎 對嗎 到尾的時候呢 要怎樣做好看 好 接著我們繼續 你可以看到了 如果我們用粗一點的筆來填色 可能呢 就會容易一點 填到它沒有那麼多洞 但是呢 就容易一點出界 就像剛才所說 所以呢 你可以考慮 這個尾 我們收一收 要不要呢 用粗一點的筆 或者是 這些都可以了 可以繼續 尤其是呢 如果你用大一點的紙 你那個pepper很大 那你要填黑很多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 有時候真的 有個 粗一點的筆幫幫手也好 可以 開到尾的時候呢 我們要有一點轉 彎彎地 想像一下呢 它好像真的 好像水泡有些厚度 這樣 對了 沒錯 可能你會跟著一起畫 可能你只是在這裡看 但你都可以看到呢 我們現在是會 轉一張紙去就自己 在這裡畫的時候呢 我又沒有很多計畫 我又開始又沒有想著 自己要畫多少條 又沒有想著 要畫幾條 又沒有想著 要畫幾條 要畫幾條 就呢 這樣 畫的時候呢 隨著你的 心意 或者那一刻的靈感 就這樣畫下去了 畫完之後呢 我們就加一個 陰影 想想一下呢 可能這裡好像 包住了那個 底這樣 我這個圓比較肥 好像一顆肥肥的糖 是嗎 其實也是 我聽到Maria 上次畫也是 畫的時候 就令它想起 好像一顆糖 那樣 Peppermint的糖 是嗎 她也因為這樣而有這個名 我們畫了那個 陰影 記得先用2B 鉛筆上去 然後呢 我們就拿一個紙筆 然後呢 幫這個 寶寶的圓筆 打回一些陰影 把它變回 灰階 這樣呢 就更加感覺到 立體感了 那如果你想呢 就算連旁邊的邊 都掃灰階 就不會變成一個 圓筆狠 這樣 好 這個又是一個簡單的 Peppermint 你可以有很多的變化 變大 變小 變不同的圓形都可以 然後我們就先把名字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 Day5的Peppermint 好 希望你也有跟著一起畫